这是三年前 鲁瓷大军返回金门慈湖夜七地的盛况 而这是今年鲁瓷返回慈湖盛夏的状况 有黑色无影美誉的鲁瓷最高纪录 可高达一万多只在金门渡冬 也曾是金门作为冬季光光的卖点之一 但是此景恐怕是不复见 究竟原因在哪里 来听听民间还有官方的说法 黄昏夕阳鱼印伴随着无数的如此大军归来 这是三年前由金门摄影爱好者许静熙所拍摄的画面 但是曾几何时 此盛况恐怕成为觉想了 今年来到慈湖夜七地的鲁瓷 归来的鲁瓷是熙熙落落的 比起三年前的数量直接少了八成 目前来讲慈湖大概一两千只 跟三年前升级比较多的时候 那一两万只其实是差很多 最少少了五分之四左右 我是希望说 国家公园还是要在保育这方面好好努力 毕竟那个是基本上一个很珍贵的资源 究竟如此返回慈湖的夜七地 锐减的原因在哪里 许静熙表示 是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 金门国家公园则是表示 墨兰地台风之后大量的树倒 以至于如此夜七地面临林地面积缩减 还有破碎化 另外鸟类生态的习性改变 甚至厦门夜七都是原因 但是厦门七地说法却遭到反驳 根据我们管理处的研究 的确它的数量有减少的趋势 那它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 磁湖周边的零像的一个破碎 那因为之前墨兰地台风之后的一个岛墓 部分的鲁齿可能就没有在磁湖这个地方夜七 人为因素应该是不至于 厦门那边的一个七地的状况 也是吸引鲁齿过去 他们部分的鲁齿出海到厦门那边觅食之后 那经过台大研究的团队也有提到说 部分的鲁齿它就是直接在厦门那边夜七 不一定全数都回来我们金门的夜七地做过夜这样 其实我觉得厦门的努力 那金门也可以努力 那因为我们原本它是在我们这边 那我们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如实来金门它主要是就是睡觉 然后就是休息 入冬休息 那你只要那个环境保持好 不要去干扰到它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你用厦门的环境变好或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有点坚强 金管处最近几年 委外透过研究观察 发现鲁齿夜七地有分散的状况 包括晴天水库穹林水市所周遭都有发现鲁齿夜七 其中晴天水库是军方管制区 人为干扰非常低 显现磁湖夜七地遭人为因素干扰有它的可能性 未来鲁齿大军能否再现磁湖夜七地成为观光卖点值得观察